《中文字幕》 去年都說我偏幫 我也不須為自己平反 難道全部剪輯出街嗎 我自己知道就行 這裡的參賽者知道就行 我拿不到觀眾的心 不要緊 你們說吧 就說Dilis為例 中國母第一關 八十幾入五十 怎麼搞的 中國母多入 真的要霸體 他笑容是可以做到活 好啦 50強,他出局又說還我中國舞 隔了幾天 真人騷就是告訴你 你以為你上一回合已經看到全部的他了嗎 不是的,你先看看吧 會打到作我的我 我看過那些看法是否只是挖苦人 譬如今年有很多都出來 什麼勸退五人組 小妍這些,阿森我們的VO 是否用一些好像划苦的說話加進去 但其實觀眾是很有趣的 你說他不是那麼好? 觀眾自然會發覺他好的一面 你不是說他好嗎 觀眾這樣,都不是那麼好 有多好啊,有沒有搞錯 每一個位置發生的時候 都有人在拍攝 看多少東西才可以幫一個參賽者 剪一個表演出來 幾分鐘 是否那個參賽者在心目中想呈現的他呢 我不知道 我覺得是挺仁慈的角度 不是挖苦 大家明白 用一個怎樣的方法呈現一個人 會對他來說 傷害最少,幫助最大 但這隊伍我隔了三年 我覺得全部都是好心地的 很多人以前不知道有這個台 我們播世界盃 不用錢的嘛 有幾十場播 有些人說 蛤?不用錢有球看嗎? 什麼台? 現在做電視的競爭不是跟另一個台競爭 就算你做得多好看 都不能夠禁止他去按個YouTube 按個Netflix 純粹是因為收市 那為什麼不要在這裡做 做到有一天 每個人都看YouTube 我是九十年代尾 但我畢業的 雖然未去到最黃金的時候 但真的不難賺錢 做建築呢 我做了幾年 給我一個穩定的生活 正常 幾萬元 在我追求穩定生活的以外 我有沒有機會 找一些精彩 可能性 不一樣的人生 可能很多都好像我這樣 放棄一份很穩定的工作 在香港廣播 因為我行業萎縮得很快 很艱難 有時候我都會替一些 評述員很不值 要電視台去拿轉播權 是一件很昂貴的事 媒報也不是很大 觀眾也不是那麼熱切希望 減吧 由兩個變一個說 一個變不用說 英文聲說 我聽英文聲 我知道你英文好 你想有一天 沒有廣東話在我們的電視出現 隨便 我不敢說自己全能 做我們這個行業 很多人都是可以主持 可以演戲 可以唱歌 例如Chill Club為例 他們是沒有期望 我們是一個主持 那你上來唱兩句 你這個人沒有走音 明明知道彼此不再前生 無謂再生避靠 如果有人在下面按燈 我想我唱不到這樣 我來唱跳 是 如果大人打開 我是幾天 是 我不是一個人 你心偉無理 我喜歡